看到天气这么冷 还是要吃饱一点才有体力跟抵抗力 说到吃东西来看看 名嘴他们又爱吃些什么料理呢 这一家江浙馆子 近年来就成了正商名流的最爱 包括主持人陈文切 美女人何丽玲 他们都是常客 而且何丽玲 据传她每年还来到这里都必点的这一道 辣年肉 我们看到这个辣肉 年菜是相当好吃的 她也都会分送给至亲好友 清炒大虾人立刻香味四一 拌上油条跟背起 倒进叶菜里 Q弹的口感最让正商名流 念念不忘 原配乌森生菜虾松 这些可都是耗了十几个小时熬出来功夫菜 包括名人赵少康 陈文健和丽玲最爱这些江浙名菜 一口咬下清爽不油腻 不只让吃片馆子的媒体人黎智英赞不绝口 现在请来掏客赵少康品尝见证 认为这才叫做真正的虾松 李先生他有一次他请赵少康赵先生来吃饭 那走到这一道菜 那他就说 这个才叫虾松 小伙系煮麦熬 还不断淋上炖了十二个小时的猪脚高汤 做工可是老板娘的独门绝活 要用猪脚的汁去配上海参 它才会有胶质 那个海参才会好吃 而一管管的粗辣椒 一个个箱上顶级梅花肉 超过数小时的温火慢炖 辣味渗透入里 山葱续蟹啊 生菜虾松啊 海参 对对对 他都来 不论是古代皇帝最爱的白酌竞卵 或者是原提取海参 都是詹洪志夫妇 赵少康每次来必点的菜 而专为粘菜特制的湖南腊肉 更是何丽林御用粘菜 甚至拿了分送亲朋好友 来这里碰到名人 可别讶异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中间新闻过往 张正威 特不懂